路跑队伍高举避风百年孝庆 欢迎孝友回两家 欢迎旗帜盛大出发 一次到学区内 四个里的指挥宫 保农宫以及保安宫等庙宇 热热闹闹地宣传 3月26日孝庆活动 邀请孝友及社区的民众 一起来庆生 让我学习到 我们学校附近 还有那么多的宫庙 例如说 有些宫庙里面的 里面是拜什么神明的 例如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整路可以跟同学聊天 跟同学一起健身运动 适逢创校百周年 草屯避风国校 特别规划百年孝庆 路跑宣传活动 向邻近是个里面报喜 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以及校友回娘家 回味从前 参加百年盛事 藉由这一次的 我们的路跑训理 让小朋友强见他的体魄 也让他知道 我们地方的历史文化 让他更进一步 跟我们的地区更加结合 校长严正隆表示 这三座庙宇历史悠久 都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 透过路跑活动的办理 可以让学生更亲近社区 与地方宗教文化的历史 借此鼓励学生们运动 让他们知道健康的重要 也是学生珍贵的回忆 包括我们的隆德庙 还有指挥宫 保安宫 因为这三个宫庙是 八七水灾前 我们在地的 比较有历史的庙 那借由这次活动 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知道 鲜明来开发的历史 沿途小朋友感受到 乡亲的热情招待 期待新冠肺炎疫情 赶快结束 让今年3月26日 能够顺利地办理 百年校庆活动 记者洪一伦 草屯镇采访报道